北京故宫就称紫禁城 于明代永乐十八年建城 是世界现存最大 最完整的木制结构的古建筑群 长久以来一直流传着紫禁城的房屋有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办这样的说法 其实背后大有玄机 相传明城祖朱毕当初要修建紫禁城的时候 打算将宫殿的总建筑定为一万间 可是就在他传下圣旨后的第五天晚上 突然就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被玉皇大帝召到灵霄点 只见玉帝博然大怒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天宫也有一万间屋子 若此禁城也盖上一万间 等于是对玉帝大不敬 后来他找来宰相刘伯温商量 最终决定盖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如此既不见悦欲帝 也不失皇家威仪 不过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漏洞百出 原因就是刘伯温是1375年逝世 比朱元璋死得早 在这紫禁城是在1406年开始修建 换句话说 胎建时刘伯温已死了31年 他根本不可能参与其中 至于紫禁城究竟有多少房间 据统计如今的北京故宫 现存宫殿九百八十座 即八千七百零七间房间 不过由于紫禁城建成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几经修建改造早已非当年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还有一种说法是传说朱元璋在南京建都时 皇宫房间数是一万间 基于此不概父 朱棣未表尊重父亲 所以在建紫禁城时 房间住取得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不过这样的说法可信度并不高 因为朱元璋在南京的皇宫应该没有如此宏伟 另外也有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是 因为一经讲究九九之术 前挂九五约飞龙在天 而九六就是抗龙有悔 所以我们说九五至尊 但谁满则意 故宫房间数是一万而取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就是遵从这个不满的哲学概念 那么 紫禁城里的半间房在哪呢 事实上这半间房指的就是清代存放 四库全书的文渊阁阁楼的西边 因为屋子面积小 所以才被称为半间 在三千七十七年 上天啊 还会变成一千七十八百八千 出了一千七十八千 前一千七十七十七十七五分之一 在三千八千五分之一